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 好好的修学 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 写佛是很发喜的 看到人的脸 笑容 欢喜 发喜 看到你这样的 人家你不用劝他来念佛 我告诉你 他会乖乖的跟着你念佛 今天每天 做那些违背 经教里面的一些教委 你不要说 去人家来念佛 人家看到你 复健话讲堵堵 复健话讲堵堵 就是这个道理 人家看到你 算了 这个 我希望大家 我们一定要好好知道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就功德无量 所以希望大家 以随喜庙用 庙在哪里 庙在随喜功德 只要你能够放下 从心上去放下 不要 以这个事 从心 在世上 我们都是跟你人家一般一样 该做事的做事 该吃饭的吃饭 婆菩萨来到这个世间 都是这个样子的 视线什么呢 从心开始 你要从你的心 慢慢的放下 你能够放下一分 你的烦恼就减少一分 你的压力就减少一分 你能够放下五分 你的烦恼 你的压力 你的忧虑 就能够减少五分 那你都放下圆满了 那你就得大自在了 而且这个自在 你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那就不得了了 这个境界那就很高了